小孩子才做选择 成年人当然是两个都要 明日香来作为虎年最后一款手班 我是超开心的 这款来自哈比麦克斯的米山舞 埃瓦潮流服饰系列的明日香第二弹 观感比起第一弹更抓眼球的 两种配色各具特色 一个灵动靓丽 一个格调深沉 虽然人物姿态动势不大 但是飞舞的长发也让角色体现了动感 由下而上是面相部分的最佳惯常角度 在其他角度多少还是有些角度限定的 而且情绪表现也能发现明显带有一些不同 本款手办服饰以肥乐品牌作为主题 无论是T恤还是胯包还是鞋子 都可以看到品牌的联名 而这款手办让人感觉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不同服饰表面材质感的体现 以及细节部分的处理了 在外套为了体现特殊质感 表面采取了比较密集的凹凸纹理 而且还配合了一定量的阴影涂装处理 只不过当前掠带光面的质感 让人不太好确定究竟是皮面还是绒面 同时外套拉链的锯齿细节 拉锁甚至外套底部松紧单都有结构体现 两种版本在外套部分都保留了二号机的橙红色元素 而外套之前的鞋块包为了凸显亮面皮质感 是采取了光油漆面 在T恤和外套之间质感反差更加明显了 而背带之间不经意的小弯折 让人感觉是更加生动的 也让你注意到了重点 真的是好会 明日香手持印有内部标志的飞行员帽子 在内部繁茅结构和表层磨砂皮面之间 也做出了明显的质地区别 而让人感觉细节爆炸的 应该就这双以二号机 诗花第四形态为灵感的运动鞋了 捆绑的鞋带结构清晰可见 而同时在鞋面带有大量传插结构和底层细节 也做到了清晰明了毫不含糊 关键是针对鞋底的方法纹理也进行了完整覆盖 相比第一弹的表现 这次看点确实要丰富上太多了 作为乡党是虎年岁末的一个小惊喜了 大家喜欢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视频点赞 收藏分享支持哦